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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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来关心国人坠入骗局失钱财的两则报道 首先是79岁的知名马化作家马伦接获指控他 涉及一宗洗黑钱案的诈骗集团来电 且还声称不合作就等着关境煎饶 还会被击间等恐吓 出于安全考量 马伦瞒着家人乖乖就范 伤手奉上一万两千五百令吉 马伦原名邱明昆 目前是坐协理事兼坐协柔州联委会副会长 他今天在儿子秋凉栋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说 他在本月7号星期天中午12点多 接获诈骗集团分子 贸任马来西亚邮政局总部职员的来电 声称在某包裹中发现他的大马卡 并由他涉及洗黑钱活动的证据 诈骗集团分子要求马伦 要他把银行存款存入指定的银行户头 以示清白 期间 诈骗集团分子更以传送逮捕 以及冻结财产停令等恐吓手段 逼迫马伦就范 马伦本来打算把12万5000令吉的定期存款 全汇给对方 所信银行职员发现不妥及时通知他 这才让他的最终损失只有万多令吉 他也借着有关的记者会提醒民众谨慎为上 以免掉落欺诈集团的圈套 焦点转向沙拉越古境 一名公务员虽常从报章上看到澳门骗局报导 但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时竟然丝毫也没有察觉到 48万7000令吉是安全存款化为乌有 沙州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组主任穆斯达化助理总监 今天发文告指出 受害者在本月7号接获陌生男子的来电 对方冒充政府官员 声称受害者涉及洗黑钱以及毒品交易案 并将电话转接至所谓的登家楼警察总部 受害者因此不宜有他 随后受害者多次汇款 把户头里多达48万7000令吉 贿赂歹徒指定的银行户头后 这才觉得事有蹊跷 而负责接洽的男子也已经失联 受害者惊觉自己受骗后 已经到警局报案 新手练毒师在练毒器材冒烟情况下 竟然还睡不醒 一直到校诊员破门而入后 这才从睡梦中惊醒 并赶紧逃离现场 令也暂时躲过落陆法王的下场 西南区警区主任 阿拉巴干今早在记者会上指出 警方相信嫌犯是出入行 练毒经验不深 他说校诊局在本月14号接获投报称 8600一家公寓冒烟 校诊员破门而入后 这才揭发这家 相信已经运作了一个月之久的练毒中心 阿拉巴干指出 除了制毒器材 警方也在公寓内 搜出13.3克的冰毒 以及28.173公斤的假机油 一般上 一公斤假机油能制作半公斤冰毒 而一公斤的冰毒要价5万令吉 公寓单位的邻居陆共时说 虽然经常闻到异味 但不曾怀疑是有人在练毒 来看一组法庭新闻 三家鸡蛋厂商公司为了谋取暴力 以高于每颗鸡蛋的合理盈利来出售鸡蛋 今天皆被控上庭 但三名公司代表否认有罪 暗定5月16号过堂 这三家鸡蛋厂商分别是LDK甲油线公司 中伊纳油线公司和中Y7油线公司 三家公司代表被带往马六甲地停面控 控状指出 这三家公司在个别的鸡蛋农场内为了谋取暴力 定下超出规定的每颗鸡蛋合理盈利率 17.46%,12.86%以及27.59%的售价 三家鸡蛋厂商因此抵触 2011年价格控制及反暴力法令第14一条文 并可在同样法令第18A条文下惩处 一旦罪成 初犯公司可判处罚款最高50万令吉 重犯者最高罚款100万令吉 镜头转向击打双溪大年 来跟进昨天一名无意男子与人妻有不当关系 还威胁人妻丈夫要杀人之后人妻的住家 竟招人蓄意纵火烧毁的案件 警方事后在事发地点不远处逮捕男嫌犯 之后再逮捕一名年轻男子和33岁的人妻 三人今天被带上推示厅申请严扣 推示厅批准严扣这两男一女四天至本月19号 这一起案件在本月15号凌晨5点多发生 案中的人妻也就是女嫌犯位于双溪拉兰德沙阿曼的住家 遭人纵火而比林的单位也被烧毁接近四成 据了解女嫌犯正与丈夫办理离婚手续 两人共育有四名孩子 法国巴黎圣母院当地时间15号傍晚发生大火 标志性坚顶更在烈焰下倒塌 400名消防员赶到现场展开抢险救援工作 最终成功控制火事 保住了圣母院的结构 据报道 大火是从巴黎圣母院楼顶开始燃烧 火事快速蔓延 熊熊火焰从教堂两座钟楼间窜出 他坚难以幸免轰然倒塌 据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说 此次火灾可能与巴黎圣母院的修缮工程有关 一名消防员也在大火中受伤 相信是这一起大火中的唯一伤者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赶抵现场 他说 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触及到整个国家情感 接下来 法国定会展开重建计划包括进行筹款活动 巴黎圣母院隆立在塞纳河西迪岛上 拥有850年历史 建筑总高度约超过130公尺 是欧洲历史上第一座完全哥德式的教堂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也是法国作家与果经典小说《钟楼怪人》的场景 巴黎圣母院是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古迹 观光名圣以及宗教场所每年吸引数百万的游客 对于法国人来说 没有比巴黎圣母院更具象征意义的建筑 即便是经常拿来和圣母院比较的艾菲尔铁塔 也只不过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远远比不上12世纪新建的巴黎圣母院 香港歌手许志安和郑秀文在一起近30年 当中经历过离合最后在6年前复合并结婚 被娱乐圈誉为银色模范夫妇 无料却爆出 许志安偷吃马国明现任女友黄兴颖的事件 香港《苹果日报》今天独家报导这一则 引起哗然的消息 并释出许志安和黄兴颖在车上 基本透情的16分钟片段 视频中可以看到 许志安、黄兴颖和男友人一起身处在车厢后坐 先是男友人坚持送黄兴颖回家 但遭到他爆出拒绝 一旁的许志安原先赞成男友人送他回家 黄兴颖便向许志安做了捏耳朵的暧昧举动 两人在支走了车上的男友人后 在十多分钟的车程中 更是在车里激吻了二十多次 黄兴颖还不时粘在许志安的手臂撒娇 手部也不规矩地在他腿部游走 随后 两人下车后一同走进黄兴颖住家 而当事人许志安过后称 会在今晚七时 在香港铜锣湾一间酒店 举行记者会交代事件 不过现场不设提问环节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意 兴建美国墨西哥边境隔离墙 防堵非法移民入境 掀起一片讨伐声浪 然而 在美国时间4月13号星期六 知名华裔美国大提琴家 马友友 将她的巴哈项目巡演 带到了美墨两国的 华雷斯林肯国际大桥背景下表演 借用音乐传达在文化中 我们兴建的是桥梁 不是围墙 新闻的结束前 一起去看看马友友的精彩演奏 我是新念 我们再会 Viva Los Dos Laredos I am so happy that you've decided to spend Saturday morning Here In this sacred place I want to read you something that is actually on a plaque at the Statue of Liberty It says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Hi I want to read you something I want to hear you something we may be we may be